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时我叫人开车 开到百分之后就睡 我把你补好 我才整身的衣服 去找 你扣着 扣着下面这个 老公自己穿衣服的 因为一般家人都觉得 他帮你做比较快 找到了 找到了 这么神奇 哦 很帅 来 微笑哦 好 今年已经94岁的 林天发爷爷 罹患失智症 已经超过20年了 谢谢 早安 谢谢 谢谢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探战 我都不带记 你以后生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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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能帮你 大家做会 更有心 这个老人活动据点 是林天发爷爷 在他离怀失智症的 第二年创设的 有家又有家 还有一堆老朋友 成功地引起地方 老人家的兴趣 如今这个据点 每天至少都有近百人 来参加课程 我先生就决定把阿公带去 彰化基督药 叫医院去检查说 为什么他会忘记事情 甚至还会发生车祸 这样 我先生就决定把阿公带去 彰化基督药 叫医院去检查说 为什么他会忘记事情 甚至还会发生车祸这样子 那时候才开始检查出来说 他的智力 竟然只有七岁年龄的智力 面对随时可能 记忆断片的林天发 他的儿子和媳妇 决定提早退休在家陪伴 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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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好 他昨天的叔叔是 共产十岁 我亲身本身 就认真了 没关系 他自己的家 或是家 去检查 去检查 自己的心情最重要 自己的心情 如果我绝对不患 这样就不要来书主 还是这样就来要做董事 但这个心情最重要 刚开始就是我太太当书童 然后我当司机 然后就再过去上学 林爷爷在他八十八岁时 大学毕业 九十一岁的时候 连硕士都给他顺便念完了 林天发爷爷罹患失智后 媳妇杨春茶 把爷爷的每日行程都填得很满 上大学念研究所到处上课 很多亲戚不谅解 为什么要把一位老人家的行程 排成满檔 其实这些大多都是阿公自己要求的 就固定礼拜二跟礼拜四 上午半天都会去那个据点活动 这个据点就是去做运动 然后中午会带个便当回来 那礼拜一跟礼拜三 是大林镇政工所的一个社区的活动 所以一跟三他就去参加这个活动 你们好 阿嬷阿嬷好 好 阿嬷阿嬷 我们把家小姐做的来生过程 我们把家小姐做的来生过 我们不担心 杨春茶带着林天发爷爷和阿嬷 一起去台中上诱老班 他认为让老人家多和外界接触 多刺激 可能对病情比较有帮助 这一天阿公盛庄出门 这是他一年来第一次出院的 有欢喜吗 当然 你这么久没出去了 很想要去玉米团去找的 阿嬷呢 哇 都好啊 没有骨头 没有这么久 林天发九十四岁的高龄 具有一颗年轻的心 勇于尝试新事物 乐于为社会付出 罹患失智之后 子女们也以正面的态度 接受并且陪伴 我好吃 你吃什么呢 就吃杏恐龙 这个什么龙 你都忘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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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总忘掉了 你都没关注 零天八 失智超过二十年 失智这件事并没有阻碍他 人生前进的步伐 我的感触就是贴心陪伴 其实那个陪伴不用花很多钱 你只要跟他续寒问暖 然后找他喜欢讲的话 我觉得那个陪伴 比你买很多好吃的东西给他 还要重要这样子 我发现只要有耐心 我相信失智的人不会恶化 甚至可能会好起来 我们家就是一个例子 我公公好起来了 我婆婆三四年前也是失智 可是我们也是透过跟阿公聊天 就是因为跟婆婆聊天 就发现他会嵌入失智状态 可是你跟他讲话 他还是会对焦回答 所以我就说耐心陪伴 其实那个是不用花很多钱的